它很挑战,我不是说很简单,所以大家应该成为Digital Nomad 这个网站在5分钟之内,如果我们忠实于自己,也就是说只选择那些自己真正掌握了而不是熟悉的单词,就可以非常高效又准确的测出来自己的词汇量 我是认为比国内很多国产的APP上面的测量会更加的精准,也更加的节省时间 了解词汇量 我们知道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词汇量是不可分割的根基 那么以英语为母语的成年人的词汇量,平均在2万以上 在日常生活中,母语者实际上使用量约为1.5万 在克林斯词典的高评词中,最常用的前1500个单词如果学会了就可以帮助一个人读通75%的英文资料 这听上去已经很不错了吧,这其实是我们在中学6年所学到的英语词汇 而当我们词汇量达到6000以上,即可读通90% 差不多也在大学6级的水平 当英语词汇量达到1万5以上,则完成了英语学习制的飞跃 首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完全没有过留学的经验 但是我的大学是英语系,研究生则选择了深造英语新闻 所以对我来说不得不说英语的学习是处在一个天时与地利的情况下,只差我自己的人和了 首先两个我不做的事情是,一,我从来不用单词书,即使是专业八级考试的时候 二,我从来不用任何背单词的APP 那么我的秘方是,将英语作为获取信息的媒介,而不是单纯的学习的对象 这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态度上面的区别 就是说英语从此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枯燥乏味 我需要挑战翻阅过的一个学习的目标 相反,它是作为打开我视野,让我认识这个世界最好的一个工具 那么我是用三种方法来练习词汇量的 从看书,看剧,到看新闻 从最简单的看剧说起,大学时看剧,看电影时我会不自主的按下暂停键 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要记下我自己想要用的表达 例如在老友记里面,Rachel曾说过一句话 I know it's a cheap shot 就是他说这招很贤,我知道这招很贤 但是这个cheap shot从此以后我就学到了 并且我在跟英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很喜欢用 于是cheap shot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词诸表达就变成了我的日常用语 因此第一个方法便是按需要做笔记 二,看书 不建议出来乍到的同学就去看英美经典文学 会很吃力也很无聊 使用的词汇量在现在也并不常见 建议关注以科普为主的一些作家 例如Bill Bryson, Carl Zimmer,甚至是Tim Ferris等等 原本书读起来也会叫人爱不释手的感觉呢 那一旦我们上手了 英语书籍便会帮助我们词汇量实现飙升 而且读到了好书,还同时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三,看新闻 虽然说现在的我已经完全不看新闻了 但是大家知道新闻是很挑战记者的文笔的 尤其是像Economist这样制作精良的媒体 从中我们学到的词汇不仅精准 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十分符合传统教育系统的口味 也就是说可以拿高分哦 如果再上一个级别的话 可以推荐大家看Talk Show 你可以看娱乐相关的像Jimmy Kimmel, Jimmy Fallon 或者是超级爆笑又有趣的与政治相关的 Tonight Show with John Oliver 或者是The Daily Show 因为这一期讨论的是词汇量 算是作为一个input 作为输入的一种学习方法 在这里我就不用过多的去强调 大家当然在进行输入的学习 一定要经常性的进行输出 最大限度的内化的方法就是 重复重复再重复 我是Alison 关于词汇量就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学习英语愉快哦 至于我的口语课 大家随远吧 如果想要把英语口语练好 可以去试着试听一节完整的免费的我的英语课哦 我建议大家做一个Digital Nomad 为了解的体验 而为了解的发展 为了解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